大家好 我是小一 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引起热议的中俄海上联合 2024军事演习 话说这场演习可是让外媒给炒作的是对抗北约 7月14日上午中俄海上联合 2024军演在广州湛江某军港隆重开幕 搞得挺隆重的 同一天中国国防部也确认了中俄两国海军舰艇兵队 开展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 外媒一听到这消息立马炸锅了 纷纷在报道中说什么 北约刚在峰会上对北京强硬表态 中俄两国马上来个军演 这分明是在释放战略信号吗 好吗 这说法让咱们的军事专家们气得不轻啊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们可不认同这个说法 直接表示下扯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常态化了 无论是演习主题还是科目设置 不针对第三方 专家们这番话简直是给外媒泼了一大盆冷水啊 据中国国防部之前的消息显示 中俄军队是在7月上中旬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这次联合演习的 此次演习的课题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 中俄车方可是派出了7艘水面舰艇舰载直升机和陆战队员等参演 哇 真是大阵仗啊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了中俄海军合作的主要平台 通过这些演习中俄两国不断提升联合军事行动的水平 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但外媒就爱给中俄捆绑 强调什么与北约西方国家的对立 这波法新社就报道说 自从2022年欧冲突以来 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两国都希望削弱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搞笑的是啊 连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雄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 都成了西方国家的猜测对象 律师专家张俊舍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外媒把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和对抗北约化等号 完全没根据 从2022年以来 中俄连续举行张联合系列演习已经实现常态化 而且中俄之间的演习主题和科目设置都不针对第三方 这种演习旨在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和各自海军的作战能力 不仅如此 中国国防部14日还发布了消息称 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 近日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 开展了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 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和爱媒就爱挑事 这波日本防卫省联合幕僚监部通报说 监测到中俄联合巡航舰队进入太平洋 共有四艘舰艇 日本还说发现山东舰航母编队也出现在太平洋海域 这期间美国为首的环太平洋军演 正在夏威夷珍珠港周围如火如荼的进行 自7月8日进入第二阶段 重头戏将是击沉演练 把舰是四万吨级退役两栖攻击舰塔拉瓦号 有分析认为啊 这次击沉演练的假想敌是中国的大型两栖登幕舰和航母 这下美国媒体又坐不住了 称中俄海军联合巡航和美国为首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 同时在关岛东西两侧的太平洋地区展开 对抗味十足 对此啊 咱们的专家张军社表示 中国双方在联合巡航中进行的防空反潜和搜救等演练 没有战略战役背景 不针对任何国家 反观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 赤裸裸地将美国的竞争对手定为假想敌 煽动集团对抗 充满冷战思维 朋友们啊 你们发现没有 在对中俄军事关系的报道上 西方媒体总是自相矛盾 一方面渲染中俄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 另一方面又说 中俄合作性低于北约国家之间的合作 法新社还引用了欧盟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报告 说什么 中俄联合演习的数量和复杂性在增加 但其互操作性水平远低于北约 其实啊 咱们可以看到 中俄海上联合2024军演就是常规操作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外媒炒作的那些对抗论调 不过是为了博眼球制造紧张气氛 希望通过今天的解析大家能对这场军演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不再被外媒的渲染所迷惑 我是小一 咱们下次再见